我孩子呢就是六岁多 他有些很多不好的习惯 但是呢我总是呢习惯了用自己 好像很专制很独裁的那个方式对他说话 所以自从学了这个 听了这个讲座之后呢 我就开始自己有些改变了 就是不要 在孩子心里要借你那个权威 不是要独裁的那个口吻对他说话 所以我现在每天都改变了我的方式 他就好像变化了很多 我觉得受益匪浅 与孩子的沟通 与父母的沟通非常的重要 我记得Jeffrey讲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如果你想让别人能够听你的 比如说孩子想听你的意见 你一定要跟他处理好关系 这个是所有的你后面做事情的基础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我要想把这个家庭处理好 我要跟老公搞好关系 跟孩子搞好关系 后面的事情就好解决了 之前其实我是最希望我太太来参加 但我参加之后我觉得收获非常大 比如说如何跟孩子建立一种连接 就这样一个问题我觉得非常的有价值 包括整个学习过程中间的stop模型 L-O-V-E-I的模型 我觉得对于我们孩子教育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经济搞了对心灵开窍了 什么时候晚上又提高楼生活质量 哎呀 来来阿姨阿姨什么收获 收获不消 知道和夫妻啊和孩子啊怎么沟通 影响很大 改变很大 哪一些具体的改变 你比方说家庭这个 这个 与子女之间 与这个先生之间 这个 这个气氛啊 很和谐 很勇雅 把自己的秋天弱点了 要明显的看到 不能盲目的要求别人的想象 做法像自己完全一样 我看到棱子充得弱 黄色的世界 我看到它们在栽培 我看到它们在栽培 这块 三重要欢收获得 立志